嗨,大家好,我是小苏 泡发干香菇时,最近直接加清水泡 今天分享给大家一个饭店不外传的小技巧 三分钟就可以完全泡发 而且肉质肥厚,还特别干净 喜欢,就点一下屏幕上的大拇指 或者是有用哦,谢谢支持 香菇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号称菌类灵芝草 香菇散发着一种独特的香气 无论是炖汤,炒菜,包包子,包饺子 都是非常的好吃 味道特别的鲜美 干香菇之所以深受大家的喜爱 是因为它比湿香菇更容易保存 放在家里随吃随取,特别的方便 干香菇比湿香菇吃起来更加的香 口感也会更好吃 首先,干香菇不要随便买 我们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挑选 首先要看季节 要买冬天的正宗香菇 反季节的香菇种植在地沟 吃起来有沙子 第二点,一定要选择高温烘干的香菇 因为香菇在烘制的过程中 香菇里面才会散发出更多的香味物质 烘干之后才会有丰富的香菇多糖 平时自然晾干或者是低温冻干都没有香菇多糖 平时我们在煲鸡汤的时候 干香菇永远会比湿香菇煲出来的汤更加香 聪明人在购买香菇的时候 除了看前面两个方面 还会看一下两个小技巧 就连干货老板看见了都只摇头 太精明了,不敢有任何的欺瞒 我们先看一下香菇的菌盖 也就是香菇顶部的小帽子 菌盖的张开程度不同 口感和营养也会有很大的区别 有些菌盖看起来比较扁平 没有完全的扩张开 这样的香菇一般生长的周期时间比较长 长得比较老 我们最好选择菌盖刚刚展开 收缩紧实的香菇 这样的香菇鲜的程度刚刚好 不要选择这种干瘪的 只有饱满的香菇 它的营养和口感才是最佳 其次,优质的香菇,大多数菌盖都肥厚而平滑 外形比较完整 从侧面来看,香菇的菌盖会比较饱满厚实 除此之外,干香菇还分成不同的等级 等级越高的干香菇,它的散饼越短 而且看上去比较粗壮 这是因为香菇在生长的过程中 需要摄取大量的营养 所以它的根茎就比较粗壮有力 所以,我们买香菇的时候 选择菌盖肥厚 酸饼短而粗壮的香菇 第四点,就是要闻一闻它们的香味 品质上层的香菇都有着浓郁的香菇气味 如果拿起来都闻着没有什么香味 相反闻起来有一股刺鼻的异味 或者是怪味 就一定不要购买了 这样的香菇很可能已经开始变质 尽量不要购买 等级越高的香菇 它的颜色也会越深 香味也会更加的浓郁 只要从以上四点来购买香菇 无论是煲汤还是配菜 都会让你整道菜的鲜味提升一个档次哦 圈个好物,食品束缝袋 摆回来之后,一定要放在束缝袋中保存哦 避免长时间与空气接触 才会使它的香味存放得更久一些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如何泡发 由于干香菇属于干货 每次用的时候都需要提前泡发一两个小时 还不能够完全的泡发 如果碰上急用 很多朋友都索性直接倒入开水来泡发 这样速度是快了 但是鲜味和营养都会大大的流失 真的是好可惜呀 下面,小苏就给大家分享一个 饭店三分钟快速泡发香菇的小技巧 香菇在生长的过程中 它的散饼不可避免的有一些杂质 所以,我们需要加入一小勺的面粉 先给它抓拌一下 然后倒入适量的清水 面粉具有很好的吸附作用 可以把香菇里面的杂质抓洗干净 接下来准备一个漏勺 把香菇倒进来 用流动的清水把香菇冲洗干净 接下来准备一个密封的容器 倒入清洗干净的香菇 干香菇中有一种叫乌干酸的纤维物质 加入一小勺的白糖 能够使乌干酸充分地分解 然后再倒入30到40度左右的温水 不要加入的过满 水量在三分之二处就可以 这里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千万不要加冷水或者是热水 热水会使香菇中的多糖 还有优质氨基酸大量的溶于水中 容易造成营养流失 而凉水泡发的时间比较长 而30度左右的温水最合适 然后就是最重要的一步 我们只需要盖上盖子 用力地摇晃上两三分钟 如果只让它静止泡发 可能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 像这样上下左右来回地摇晃 只需要三分钟就可以了 用力地摇晃可以使香菇急速膨胀 可以充分地吸足水分 三分钟之后 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 现在香菇已经完全地泡发 我们用这个方法泡发出来的香菇 不仅速度快 而且香菇水还可以食用 这个原理也是非常的简单 因为快速摇晃 可以加速水分子的运动 可以使香菇快速地吸足水分 同时白糖还可以加速香菇吸水 所以短短的两三分钟时间 香菇就已经完全地泡发 这样泡出来的香菇 它的香味则会更香 而且更鲜美 平时使用这个小方法 来快速地泡发香菇 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这样我们泡发出来的香菇水 也可以食用 用它来煲汤 做菜也是鲜味十足 一点也不会浪费哦 把香菇的水分挤干 就可以烹饪任何的菜肴 都会鲜味十足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喜欢的朋友收藏起来试试哦 我们下期见